有朋友還有很多鄉心問我說 都還沒有驗票,為什麼我要堅持走最難的一條路 去所謂走這個憲法法庭程序,懸罰69條違憲的部分 我簡單的跟他說 我希望在我之後不要有因為沒有行政糾激 而讓比較優秀的候選人 因為些微的差距而導致遺憾 這個是我這次努力最大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能夠有行政糾激 那未來在修法後不再有這個所謂的一律排除 其他層級的候選人不能驗票這種規定 我認為是非常荒謬的 希望透過憲法法庭公平的裁判 能夠讓民主法治更為健全